美国劳工统计局3月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2月CPI同比增长6%符合市场预期 这是2021年9月以来的最小同比涨幅 同时这也是美国CPI同比涨幅自2022年6月 创出40年来峰值9.1%后连续8个月下降 2月CPI数据公布后 美国三大股指期货集体上涨 同时利率期货数据显示 目前市场预期美联储在3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 涨至80%以上 更有市场参与者因硅谷银行倒闭事件 压住美联储3月不会加息 另据外媒报道 有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 正在调查硅谷银行倒闭一事 这家位于美国加州的银行 上周因存款遭到历史性挤兑 而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 知情人士称 前述调查还包括硅谷银行母公司 SVB Financial Group高管 在银行倒闭前几天出售的股票情况 美国司法部位于华盛顿和旧金山的检察官 均参与了调查 3月10日 硅谷银行在遭受从款挤兑后倒闭 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大规模的银行倒闭事件 其母公司的股价在上周下跌了60% 自10日以来一直处于停牌状态 美国总统拜登3月13日 在加州圣地亚哥美国海军基地 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以及英国首相苏纳克举行会面 就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举行会谈 并公布了为澳大利亚配备核潜艇的计划 根据会后三方公布的联合声明 美国将向澳大利亚出售 三艘美国弗基尼亚级核潜艇 后续可能再追加出售两艘 三国还计划 以美国和英国的技术为基础 合作研制一种新型核潜艇 澳大利亚军方官员称 整个计划预计将在2055年完成 耗资2450亿美元 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计划 引发国际社会关于核扩散的担忧 中国政府称此举将引发地区军备竞赛 美国军方表示 一架俄罗斯战斗机3月14日 在黑海国际空域 与一架美国无人机相撞 导致这架无人机坠落 美国国务院声明称 一项盟友和伙伴国 通报俄罗斯黑海无人机事件 正在与俄罗斯高层直接接触 并正在召见俄罗斯大使 就该事件进行交涉 美国欧洲司令部呼吁俄军 专业与安全的警示 同时警告说 这类行为是危险的 有可能导致误判和意外升级 白宫表示 总统拜登已知有关这起事件的汇报 俄罗斯国防部就当天在黑海水域上空 发现美军无人机一事发表声明指出 飞行过程中 该无人机关闭了应答器 侵犯了为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 所设立的临时空域使用制度 所规划区域的边界 俄国防部强调 未查明入侵者身份 俄防空部队执勤的战斗机升空 当天9时30分左右 MQ-9无人机由于大幅度机动导致失控 逐渐失去高度并与水面相撞 俄罗斯战斗机在此过程中 未使用机载武器 未与无人机接触 并安全返回驻地机场 OpenAI3月14日 宣布正式推出GPT-4 即生成型预训练变换模型4 据官网介绍 GPT-4是一个多模态大型语言模型 支持接受图像和文本输入 以文本形式输出 由于其更广泛的常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可以更准确地解决难题 虽然在许多现实世界场景中的能力不如人类 但在各种专业和学术基准上 表现出人类水平的表现 该公司在其网站上通过一系列示例 详细阐述了GPT-4的功能 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如安排三个忙碌的人开会 在统一律师考试等考试中获得高分 学习用户的创造性写作风格 更展示出了GPT-4 具有早前产品所没有的系列功能 包括根据用户上传的图像 进行推理的功能 OpenAI表示 人们可以在其订阅服务 ChatGPT Plus上适用GPT-4 该服务每月收费20美元 另一方面 谷歌今日宣布将进一步 在其产品中引入AI技术 这一次将把它整合到 Gmail电子邮件和Google Doc文档等办公应用中 谷歌表示 用户在适用AI版Gmail电子邮件服务时 可以在电子邮件的文本框中输入 起草一封电子邮件发给团队 然后Gmail就会创作出一篇三段式的感谢信 用户可以编辑和添加内容 也可以要求重写一篇 谷歌还表示 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 将更多AI功能引入Google Workspace 包括在工作表中生成公式 在幻动片中自动生成图像 以及在Google Meet中做笔记等 上周张画面称 谢谢观看